嗨的弟兄姐 嗨的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追求属灵的心》 在一本書呢 他的名字叫做《求恨缺什麼》 他裡面有一個故事 是一個有錢人 他的故事 那他的名字叫做巴拉昂 他是一個推銷肖像做事業的人 那在他的生命裡面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很認真的工作 那他的 他本來不是很有錢 不是很富有 但是在十年以內呢 因為他很認真的工作 所以到最後他成為一個婦人 他成為一個很有錢的人 可是呢 在1988年的時候呢 他因為前列陷害 他就到某一間醫院檢查的時候 發現他有癌症 他的生命就得到改變了 他因為這個前列陷害 他過世 那有一本書就是這一本 《求恨缺什麼》裡面就記載著他的故事 他說他要過世的時候呢 他把他的升降 他很高的好幾億的升降 他捐了4.6億給那個醫院做前列陷害的研究 但是我們知道那以前醫院要怎麼花就怎麼花 那是一個很美好的祝福 可是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引起話題 而是在他生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寫了一封信 那在他過世的時候呢 請大家把他公布出來 他說我呢 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那當我要進天堂的時候呢 我是以一個富人的角度進去的 可是呢 我不想要把我怎麼成為富人的這個秘訣 也把他帶進去天堂裡面 那現在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誰能猜中成為富人的秘訣 那他就可以得到一百萬的法 那這個大家就去猜猜猜猜猜 那他裡面呢 有說在收了四千 四萬八千多封信的裡面呢 有一個小孩 一個九歲的小女孩 他猜中了這個秘訣 那他的秘訣是什麼 他就是成為富人的秘訣 就是你要有突破那個缺乏 你要有那個野心 就是你要突破你的困難 你要突破你的貧窮 你一定要有那個野心 就是你要成為富人的企圖心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需要有企圖心 在這個富人的秘訣裡面 他說到你要有一個成為富人的野心 就是你要有一個企圖心 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 有時候都會有一種企圖心 有些人就會想到 我一定要成為一個醫生 我一定要成為一個老師 我一定要認真讀書 我一定要成為一個老闆 我可以更有錢 我一定要成為一個正式人物 我就可以再發揮我的影響力 幫助更多的人 我可以成為一個博士 我可以得諾貝爾獎 我可以成為一個很會理財的人 那我可以透過我的錢 才去幫助需要的人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一個雄心大志士 你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計畫 而且我們知道 所有的人有一個雄心大志的時候 他會往他的目標前進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記得我們上次說的 你要有一個目標 而不是盲目的去行動 你要有一個知道 你要做什麼目標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我要說的是 在你的信仰裡面 你有沒有一個屬靈的雄心大志 你有沒有一個屬靈的雄心大志 一個屬靈的雄心大志 可以成為你生命中極大的力量 你的生命裡面 有些人當了基督徒 當了好幾十年 他們曾經說過一句話 就是在我的信仰 這麼久了 我也很相信神 可是呢 在我的生命裡面 我覺得我沒有經歷過少 他說在他的生命裡面 沒有經歷過少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經歷過 那一個神曾告訴你 曾安慰你 曾帶領你 你有沒有知道 當你沒有經歷那個神的時候 那很可惜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棒的祝福 所以在你的生命裡面 一個屬靈的雄心大志 會帶給你生命一個極大的力量 我們知道很多人呢 在他的一生的道路裡面 他會走得很辛苦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 每一次下雨完之後 你都會看見一個東西就是 彩虹 你一定要記得 那是神給我們的應許 這個彩虹 是你看見 哇閃電又打雷 結果呢 太陽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很美好的 那叫做彩虹 那是一個最棒的應許 今天 當你有一個雄心大志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看得見這個彩虹 在你的生命裡面 可是有些人會說 當我告訴別人說 我有很大的屬靈的意象 有很大的屬靈的憧憬 在我的信仰裡面 我要多努力的時候 別人都會跟你說 你要小心喔 太過屬靈的人 都會有點怪怪的 你要小心喔 哪一個屬靈的人 也是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他去死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走在和神的心力道路上面的時候 神的祝福是加連 因為神所為人預備的 是你眼睛未曾看到 耳朵未曾聽見 心裡根本沒有想到 你會想到 哇怎麼會是這樣 但是那就是神所為你預備的 當你走在神和神的心力道路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不一樣的祝福 所以當你追求屬靈的心的時候 有人阻擋你的時候 你就要回到聖經 回到神的話語 知道你有沒有走遍了 或者是你真的完完全圓 照著神的道路在走 那我要告訴你 不用害怕 繼續追求 因為在聖經裡面有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以利亞 他是一個偉大的先制 我們都知道 他是乘著火馬車被神接上去的 那他有一個門徒叫做以利桑 當以利亞要被神接走的時候 我們剛剛讀聖經 他說 他問他的門徒說 你要什麼 今天主問你說你要什麼 你要說 我要照這道 還是我要什麼 以利桑說 願感動你的靈 加倍感動我 如果我們看神經 我們就知道 以利桑所行的神經 是以利亞的兩倍 所以願加倍感動她的靈 感動以利桑的時候 以利桑得著的祝福是比以利亞還要多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願意追求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生命不一樣 因為神給你的祝福 是兩倍 是四倍 是六倍 在信約裡面還有一個人也是這樣 他也有一個屬靈的雙心大師 他就是保羅 他又有一個很強大的生命 當他在大馬色被神改變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得著改變 當他行完生機 他移植別人 他去傳福音跟很多人 告訴神的見證的時候 他傳完他還說了一句話 他說這一次完了 保羅心裡定義 經過了馬其頓 雅蓋雅就往耶路撒尼去 又說我到了那裡以後 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 保羅有一個很強大的心智是 他知道他要傳神的福音 所以呢 他永遠到處去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一個屬靈的稀釋 你要跟你的隔壁廳去傳福音 甚至你要到外面去傳福音 我那天看福奇里 有一個牧師就跟他說說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到車站去發傳單 如果你覺得你真的不太會跟別人講話 你覺得你真的不太有辦法 說出什麼神的話語 那你就去車站發傳單 甚至有些人更厲害的是 他可以去到機場發傳單 把神的福音帶往世界各地 神的福音就藉著你的那一個東西 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一個雄心大字 是關於神所給你的這一個雄心大字 今天我們所讀的第二處經文在 新約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這是八股裡面的第六件福氣 你想要得見神 你要怎麼樣 清新 不是往外面的清新你要來喝 是你要有一個清潔的心 這個清就是一個很簡單 你照字裡就很明白 是一個乾淨的 是一個純潔的 那在這裡的心是什麼意思 在這裡的心呢 它代表是一個如同銀如同金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雜質的 等一下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幫我播 這個影片呢 在這個影片裡面我要請大家看 裡面穿白色衣服的女生 她們總共傳球幾次 她們總共傳球幾次 請大家幫我數一下 幫我看一下電燈 讓你們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白色的女生 她們總共傳球幾次 我們再重投 再重投 因為可能剛剛沒有太快 好 大家要專注喔 好 可以開電燈了 好 大家要先確定 好 他們傳球幾次 16次 好 大家都答對了齁 好 聰明 好 那我要問你們 中間除了女生走出來 請問有看見 沒有看見大星星的請舉手 那有看見大星星的請舉手 有些人可能會有看見 好 可以放下了 那請問有看見 我要請問後面的顏色有變嗎 布木有還是沒有 有 有 有人說有 有人說沒有 好 我要告訴你們 當你們在看著傳球的時候呢 出現了一隻大星星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見 我們可以再看一次嗎 是你 在他們在傳球的時候 當你專注的在數他們傳球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 但是電腦只要放在前面就好了 你會看見 你注意看 你真是注意看 他有什麼變化 在他的腹部裡面有什麼變化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實驗 好 他們要開始傳球了 有一隻大星星走進來了 不知道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後面的木木也變顏色了 不知道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好 OK 影片到這邊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是一個實驗 你覺得你眼睛看到 你一定有看到全部嗎 你覺得你認真在專注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看到全部嗎 有時候我們看到不等於看見 有些人他在 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在來教會 或者是他在靈修的時候 他在看 可是呢 他沒有很看見全部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 怎麼會這樣 這是一個教授的 他說你有沒有看見大星星 其實我那時候看 我也沒有看見大星星 我覺得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認真的看全部的東西 剛剛我故意誘導你們 但是如果你很認真的看全部的東西 你就會看見那個大星星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看見全部的東西 其實你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經驗神 你一定有 因為耶穌會告訴你 耶穌在麻雀的身上 看見神對一隻麻雀的保守 我相信你走出去一定會看到飛鳥 你一定會看到百合花 神在百合花裡面 看到上帝的眷顧 在下雨裡面 看見上帝的恩典 所以呢 保羅也曾經說 在萬物裡面就可以知道 神的神性是什麼 詩篇裡面有一句 我們都會唸 諸天書說神的榮樣 傳昌穹養 傳昌穹養 傳養他的手段 在生命裡面 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看見神的作文 有人可以在創造裡面看到神 有人可以在困苦裡面 那個人就是 原則他可以看到神 他在很困苦裡面的時候 他之後說了一句話 以前你們的意思是要愛我 但是我知道 這是神給我的祝福 再來另外一個人 那一個人就是約我 他好辛苦喔 可是他說了一句大家都記得 神我從前豐富有你現在 請勉強 在以絲體裡面 神沒有說一句話 但是神有沒有在那裡面 有 今天他們 當他們專注仰望神的時候 定義在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看見神 所以當你說 啊我都沒有遇見神 我都沒有看見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有一顆清潔的心 知道你要全部定精在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得到神的恩典 你會看見神 所以雅各書說 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啊 要清潔你們的手 後面他又說 心懷惡意的人啊 要清潔你們的心 我們不能愛這個 又喜歡那個人 你不能說我喜歡這個 我一定又要愛你 聖經裡面時常在提醒我們 心懷惡意的人 在他所行的道路 都沒有連結 當我們覺得 這世界很好的時候 哇晚上都不睡覺 每天狂打電腦 每天都去夜店 每天都去哪裡 好騙一下 如果有人找錢給你 找錯了怎麼辦 沒關係啊 幾十塊而已留下來 今天就當我們被他請客 當今天你知道 有一個人倒在路上 我們那一次有一次從新竹 從台南要回去我們家的時候 那我先生開車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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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跟我說有一個人倒在路邊 然後我很生氣 我很生氣什麼你知道嗎 我幫他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 我覺得怎麼樣 我到底要不要報警 因為那是一條小路 又是一個河邊 又沒有什麼人經過 那我的心裡怎麼辦 我要不要救他 如果我救他等一下 他會不會說是我給他A了一下 所以他倒在路邊 然後我就開始問他說 他的臉怎麼樣啊 他有沒有怎麼樣啊 然後我先生開始心動他的樣子 又開了一段路 我就想說 我先生跟我說你要不要打 我說當然要打啊 不然我一定會一直想說 他有沒有怎麼樣 結果又打了 我真的打了電話 警察問我說你在哪裡 我說我已經離開那裡好遠了 那他說你為什麼要打電話 我說因為我要告訴你 那一個人在那邊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當你知道神要給你的是什麼 你就知道你要怎麼做 那到最後 我一直其實一直放心不下 那感謝主 現在的警察的服務都很好 他們有一直打電話來追蹤 那最後整條路都找過了的時候 他說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就是他其實他應該是酒醉 因為我先生跟我說他臉很紅啊 倒在路上啊 可是我們知道 當我們沒有把神放在我們心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關我什麼事 你會覺得今天如果別人 我欺騙了別人會怎麼樣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混亂是因為 魔鬼把每一個人的心都奪走 今天你的心 當你握住你的心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心打出來看的時候 你的眼睛敢看你的心嗎 還是你自己都說 唉唷我不敢看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知道神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追求那個屬於 進入到你的心裡面 所以呢 我們要來思考 我們有沒有聽見神的聲音 我們有沒有看見神要給我們看見的 以賽亞書第六章第六解說 你們要聽卻聽卻不明白 你們要看見卻不曉得 因為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發成眼睛閉著 這個以賽亞書說這一節很嚴格 但是他提醒我們迴轉向神 迴轉向神 有一個故事呢 是一個神衣扁鶴的故事 它呢 是一個很厲害的 在齊果是一個很有名的義師 那有一次呢 他遇到那個齊皇宮來的時候呢 他就趕快跑去齊皇宮的面前呢 跟他說軍王有病在積夫之間 如果不治呢 會上癮 那這個齊皇宮就很生氣啊 因為他很討厭人家說他有病 就把他趕回去了 那五天之後呢 這個扁鶴又自己來 跟他說軍王有病 病在血脈 就是已經到血了 病在血脈裡面 不治呢 會身亡 齊皇宮又怎麼樣 怎麼樣 很生氣 又把他趕走了 在第五天呢 他又跑來 跟他說 軍王有病 病在哪裡 病在胃 他說不治會 齊皇宮怎麼樣 你走 然後他就又走了 五天之後呢 齊皇宮走在路上 看到扁鶴 扁鶴馬上跑去躲起來 齊皇宮就想說奇怪 這次怎麼會躲起來 他就找人去問眼鶴 他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躲起來 眼鶴就跟他說 軍王有病 病在肌腹之間的時候可以吃藥 病在血脈的時候呢 可以用針灸 病在胃的時候呢 那時候還可以喝酒醫治 可是呢 現在軍王的病已經到了骨髓裡面 我已經沒辦法一直打了 五天以後希望我會死 我們的生命也是一樣 我們都不喜歡別人說我們有病 慢慢在念的時候 你就會自己關起來 老婆在說的時候 你也會假裝聽不到 先生在念的時候也會說 我沒有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想對你說 我們有沒有有紅的心 眼睛閉起來我都聽不見 每個人都不喜歡人家說 他哪裡生病 但是神透過他的話語 要一直不斷的提醒我們 回到他的面前 所以耶穌他曾經說 你們從前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 要看風吹吹魯尾嗎 你們出去到底要看什麼 要看穿短短衣服的人嗎 你們到底要看什麼 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形式 在你的信仰裡面 你到底要得到什麼 在你的信仰裡面 你的家到底要得到什麼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得到很大的助理 因為神給我們的愛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恩典 他監選我們每一個人 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是在2004年發生的 一個武裝分子 他們闖入一個俄羅斯的一個中學 那這個中學呢 他們剛舉行完新學期的那個典禮 所以蠻多人的 那他們也有故社小學 所以他們所有的人一起聚集的時候 那是一個很盛大的場面 那這個歹夫就進去 所有的人都留在那邊 三天以後呢 新聞報導這一件事情呢 有326個孩子死亡 那之後新聞有特別報導一個媽媽的故事 這個媽媽呢 所有的百股在抓這些孩子的時候 他們允許幾位媽媽 進去裡面挑一個他們的孩子出來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兩個孩子在裡面 你只能挑一個 那有一個媽媽呢 出來大家就跟她說 記者訪問她的時候就問她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很幸運你過久 這個媽媽抱著她的孩子喔 她說大家都以為我很幸運 但是當她抱著她的最小的那個孩子的時候 她的大孩子拉著她跟她說 媽媽不要走的時候 她媽媽跟她說我心都碎了 她只能帶一個人走 她的大孩子她沒有辦法帶走 今天神的檢選是這樣嗎 這是一個負面的新聞 但是我要藉著這個新聞告訴你們的是 神的檢選不是這樣 神的檢選是 他要把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帶走 只要你願意讓他一起把你帶走 在以後所書呢 一章世節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檢選的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節 無有瑕疵 在基督裡檢選 今天我們都藉著神 藉著耶穌基督跟聖和好 幫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顆追求屬贏的心 你會發現當你有屬贏的心的時候 你可以為神做見證 你可以為神做好多好多的見證 神在聖經裡面已經立下很多的見證了 他們擁有一個屬名的雄心道士 那個人就是雅伯拉安 他相信他的子孫一定會不同 來賓的啥眼 再來那個人是誰 那一個人就是約瑟 我們剛剛說過了 他知道神給他的要做什麼 再來是誰 摩西他知道他要帶領整個民族 再來呢 大衛他知道靠著神 他能夠打敗哥利亞 還有一個人是誰 還有一個人就是但以利 他相信所有的人會回歸到你色列 再來 施洗約翰知道他們會為神預備道路 保羅相信他一定可以把福音傳染到世界更地 所以親愛的 你今天有一個雄心大事的時候 你可以為神做更多的事情 我們一起要來唱這首回應詩 《寶貴實價》 在這一首詩歌裡面呢 他說 主耶穌我感謝你 你的身體為我而生 在我處培養 一進入光明無度 使我再次能看進步 過去怎麼樣 你覺得你不好 都要藉著主耶穌的保險 使你得到切勤 我知道在我們的心裡面 可能有會很多很多 不保護我們的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藉著主耶穌的保險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寶貴實價 主耶穌我感謝你 你的身體為我而生 愛我屬黑暗 進入光明無度 是的 我慄會實價 那部分人生 注意比我而生 是我万全的自由 到归是家里的恩 是我生命 主耶稣 我服务几百名 到归是家里的恩 是你所谓的恩怨 你你爱永远不会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十字架都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当你觉得你有什么事情 不能忘记不能示怀的时候 你要抓紧这十字架 抓紧神告诉他说 所以说求你的宝血来减净 求你的宝血来洗净 求你的宝血泽盖一气 因为神的大能会充满在我们另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刚刚彭琳章儿有说到我身体 他说我主要愿意是 我其实签证时就有冬的温头晕 那其实那个晕是让我觉得很晕 所以其实在上次幻冬会的时候 我很晕 晕到我觉得我都把它昏倒了 那之后我就有去做检查 本来一直觉得我是高血压 那做完检查之后 就去照合成功诊 那做完美好多检查 我才发现啊我好老 因为在我的身体有出现一些变化 但是医生说还需要观察 因为我的脑有一点已经有萎缩了 那医生说萎缩的比预计的还要坏了 萎缩了很多 那所以就是要做很多的检查 做第一检查之后呢 也发现啊 我的耳朵里面的构造已经六十岁了 那我去做血管的检查 我的血管已经八十岁了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检查里面 我知道神不知道会怎么答应你 但是我知道靠着他我就能够往前行 靠着他我就能往前走 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 其实你说我会不会害怕 当然有时候你想起来 你说你也是会觉得啊 怎么会这样 你看起来就很年轻啊 你才三十岁而已 可是呢 怎么所有的身体都已经坏了 可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会给你这样哭也要不懂 我知道神会带你哭往前走的 我也知道他一定会移植我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面 我的朋友先生说 你不能为你六八十岁的老太太 叫他做事情啊 你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 一定也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 但是你怎么去看 在这首歌里面 他说我宝贵是这样的 医治很严有 有事后完全得益 不过当我每天都在想 我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过法 我的未来也会怎么知道 但是神会告诉你 他会给你完全的信用 我再起来唱这首歌 我会是这样 直接说我感谢你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 对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进入妄明国土 是我再次能看见 你要感谢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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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是我完全的自由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家里的恩 自我神的 是我神的 我爱你 宝贵是家里的恩 是你所离的缘 令你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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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名物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在这个主日 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 谢谢你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送了不同的恩赐 我知道有些人 很会工作 有些人很会教书 有些人是医生 有些人是学生 有些人很会讲话 有些人很会讲课 有些人很会做教师 所以说这座生命给他们的恩赐 所以说我们要谢谢你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赐上给我们 有很多美好的情况 我们要抓住你 我们要告诉我们 自己的生命 告诉我们的灵徒说 我们要把那个光明的波动 我们要追求那个书名的心 所以说我们要再次 把自己叫做在你的生命当中 照顾在你的手中 愿意记录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你记录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能得到满全的自由 我们才能得到满全的释放 谢谢主要说 你用你的爱来爱我们 谢谢你为了我们 适合你自己 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那有多痛 但是因为你的爱 让我们领受这么大的助力 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爱 传扬给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孩子 给我们的爸爸妈妈 给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的邻居 主要说 因为你祝福我们 当我们在传呼应的时候 你就给我们有传呼应的论词 当我们要用我们来服事的时候 你就给我们有服事的论词 谢谢主要说 我们再次 求你的祝福 求你的意思 也都醒在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身上 谢谢你 要用我们这样宝告 都是光业书记过圣灭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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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